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歐峰會昨天以視像會議的形式進行了 其實中歐雙方都派出重量級人馬出席這趟會議 中方代表有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歐方代表分別有輪任主席國代表 就是德國總理默克爾 另外還有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可見其實雙方都非常重視這次峰會 只不過這一趟完全沒有達成任何共識 純粹各說各的話各吹各的調 甚至總書記都沒有出席到峰會後的新聞發佈會 而中歐雙方也沒有發表任何聯合聲明 這也不止 在這場會議上 似乎中歐雙方是針鋒相對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看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先說些甚麼 他就說其實歐洲和中國 仍然有很多分歧存在 他還形容說今次中歐峰會 對於人權問題有著非常激烈的討論 他還指出說 港區國安法引起了國際的嚴重關注 而歐盟及其成員國已經作出明確回應 就是要求中國要聆聽香港的民主聲音 維護香港人權利以及自治權 他還說到 歐盟已經向中方提出 要派遣一個獨立觀察團前往新疆進行視察的工作 可見這個米歇爾一點都不客氣 簡直是當著總書記的面子提出這些要求 米歇爾還提到 說他在峰會上向總書記表示 歐盟是不會再被利用的了 歐盟不願意再做其他人的競技場 他還代表歐盟提出了兩大訴求 第一就是要求更加公平的貿易關係 第二就是更加平衡的歐中關係 他說這兩大訴求意味著 雙方必須要在對等和公平的原則下競爭 這個米歇爾認真大膽 在總書記面前說出這些說話 至於馮德萊恩怎麼說呢 他就說北京當局如果想和歐洲達成貿易協議 就需要在市場准入和可持續發展這兩大議題上 作出更多的讓步 同時馮德萊恩又提出了三大要求 第一就是希望歐洲公司能夠和中國的國企同時運作 第二就是取消強迫技術轉移 第三就是在國家補貼上提高透明度 現在歐盟真的完全對中國擺出一副非常強硬的姿態 較早前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才在微博上寫一條貼文 他說什麼? 他說中歐關係在不斷改善當中 現在米歇爾和馮德萊恩這些說法 根本就是對你老虎打臉 如果真的在不斷改善當中 人家還怎會提出這些要求才行? 實情大陸這次真是自食其果 在開中歐峰會之前不久 外交部長王毅對捷克爬文爬武 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結果捉怒了很多歐洲國家 捷克本身都是歐盟成員國 其他歐洲國家又怎會繞上雙手 眼白白看著捷克這樣 讓你大陸指手畫腳指天篤地才行 如果今次大陸對於捷克的行動 歐洲是沒有反應的話 這樣只會使大陸得全盡赤 現在人家作出強烈反彈的同時 就在這次中歐峰會當中借機發難 雖然捷克總統相當親中 曾經批評過參議院議長維達齊訪台 是幼稚的挑釁 但捷克總統純粹是一個虛位元首 沒有任何實權 不過參議院議長是有實權 是有民意授權 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 而且是捷克的第二把交椅 這樣讓大陸去說三道四 其他歐洲國家 怎會不幫拖才行 接著又再講關於全民檢測 特區政府在下午公布了 說全民檢測 用了五億三千萬來買單 究竟這些錢用到哪裏呢 其中有七成 即是大約三億七千萬 就是用了一些所謂的醫護人員 以及檢測中心的支援人員的籌金 即是用了兩個禮拜 就花了三億七千萬 真是肥過肥仔水 其他的開支還包括些什麼呢 比如說檢測中心的保安 物流運輸 租用場地 以及防護裝備等等 至於位於中山公園體育館的臨時實驗室 化驗人員的服務費用 就是由中央政府負責 即是花了五億三千萬 就搞這趟檢測大農諷 實際上有什麼效益才行 完全是勞民傷財 應驗世衛專家的意見 就是浪費金錢和不設實際 不過林鄭不是這樣看 他說這趟普及社區檢測效益 是遠遠多過幾億元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他說計劃不是要找到 一千上萬的個案才成功 未來在放寬社交距離 或者是與各地政府討論通關的時候 帶來的效益遠遠多過幾億元 實際上 好心你們這些傢伙就不要車天車地 放寬社交距離 之前你也試過放寬一次 對不對 在第三波疫情爆發之前 那時候有沒有做全民檢測 那時候一樣沒有做 一樣放寬了 後來林鄭就是放海員入境換班 才搞到爆發 那你跟這個放寬社交距離有什麼關係呢 做全民檢測 而且他還說跟各地政府討論通關 就更加無稽 告訴你 你跟別人討論得通關 但就一定是兩地的疫情 都是有差不多放緩 那你才可以通關 沒理由只是你可以去人 人不可以去你 又或者某些國家 根本上去到現在的疫情 都還很嚴峻 還沒搞定 你特區政府也一樣不會放市民去旅遊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你做不做全民檢測 究竟有什麼關係才可以 而且林鄭又放風 又說健康碼技術已經準備好了 他說健康碼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出行 也只是一種檢測的證明 而推出的關鍵 就是其他地區認為香港風險低 對香港有信心 要兩地做到商戶的認可 不是單方面想推出就推出 實際上這個健康碼就是多餘 為什麼這麼說 就算像現在這樣 由美國回來香港的旅客 她也要出示一張紙 那張什麼紙 就是說她在當地要做過一個檢測 是陰性的才讓她上機 就算現在香港 比如說去某些地方 去澳門、去大陸 她也要先在香港做一個檢測 請問現在有沒有健康碼出現呢? 一樣是沒有 就算現在的市民 去檢測機構或醫院做檢測的時候 做完之後 她也一樣會獲發一張紙 寫著 告訴你什麼名字 什麼身份證 是陰性的 那張紙本身就已經是健康證明書 為什麼要搞這些健康碼出來呢? 在目前特區政府和人民之間 失去了互信基礎的情況下 你搞這些健康碼是有什麼違的呢? 請問 一定有市民就是質疑你不相信你 好了 還有林鄭又放風了 如果未來再有特定的群組爆發疫情 是不排除會強制檢測 例如就是可以派出外展的檢測隊 去到安老院社 如果不做檢測 就不能夠離開 這些就開始鑑操離了 第一波就說是自願檢測 現在第一波剛剛線才做完 就已經開始說不排除會強制檢測了 現在你舉個例子 就說安老院而已 遲些 誰知道你會不會將那個範圍不斷擴大 好了 林鄭還有說到一件事 他說在全民檢測計劃出台的時候 社會環境是有不少人潑冷水或者杯葛 結果有178萬人投下了信心一票 認為大部分參加計劃的市民 受訪時反應正面 是值得表揚和因為 我真的想請問有什麼值得表揚呢? 這完全反映到林鄭的政治野心 結果就是 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前 大家可以看片段 我早就說了 這個全民檢測根本上 就不是檢測市民的健康 就是檢測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有多高 根本上 你現在不讓市民去投票 結果市民用 去不去做檢測呢? 就作了一個表態 現在林鄭這個說法 根本上是應驗了我們之前所說的 她就是當去做檢測那批人 是投下了信心一票 有沒有搞錯? 最初你又說自願檢測 又說為了抗疫 又說為了健康 到頭來就變成對你投下了信心一票 很愚蠢 結果花了5億3千萬 就是搞這趟檢測大龍鳳 搞到最後就是170萬人投下了信心一票 那些錢全部都是公帑 所以我一直都強調就是 特區政府應該宣布再度加碼派錢 反正你那些錢都用完了做檢測 這麼多市民不去檢測 你不如每人再派錢也好 是不是? 書解一下民困也好 反正你那些錢也是這樣用的 完全沒有制衡 好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